Hello 大家好 我是貓哥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這個頻道 其實我是一個從零開始學習TOMICA Horwells 或者其他品牌的車仔改裝 而平時有些特別的Effects 我都會出席去採訪給大家 希望在影片開始之前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訂閱 按鈴鐺 最重要 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新的影片 今集是關於我第一個開箱 應該這樣說 在我頻道中 從來沒有出現過開箱 為什麼會有開箱呢 其實早一陣子 其實車仔展也過了一段時間 但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我自從車仔展完結之後 我也有很多工作 我真的沒有時間去開箱 到現在這一刻 我才可以開箱給大家 當作是一個紀錄的這條影片 又會這樣說 很多時候可能你們已經看過 在其他地方都看過很多 那次車仔展出現過的一些車仔 但如果你們覺得這條影片悶 可以 skip到下一條 因為下一條影片是講改裝的 因為真的 關於我接下來有一輛Benz 我會做一個改裝的 到時記得留意 現在這輛車已經進入到 差不多接近噴油的階段 記得留意 今集我們就講開箱了 好了 先離身一下 以下我所有的產品 都是自己真金白銀買的 你們一定會問 你全部都買齊了 錯 我是沒有的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位 也沒有那麼多的課金能力 我只不過是篩選一些我自己認為比較喜歡的 一些比較精算的產品 而且也是CP值比較高 事不宜遲 有一袋東西 哎呀 沒錯 就是這袋東西了 你看我頭也看不到 那我們現在就鏡頭一轉 就會去拍給大家看 其實就會有TARMIC的產品 那我就會用一個 OVERRAW用一個 牌子去分類 那你們會說 那現在就這樣開箱 那當然我都開給大家看 到時候會拿一個轉盤給大家看 看看CALLS UP 那樣東西 那但是你說每一部車我去駟 我就不會了 因為始終專業的開箱 應該真的很多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師兄 其他YouTuber他們拍的一些 三日評測 那我大概就會OVERRAW 說我買了回來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有什麼不同 那首先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1比64的 維他檸檬茶 是歐陽藥希的 那其實那天做訪問 很開心就拿到的簽名 那他還加了2CAT 那我叫他幫我寫 那有備而戰 也都拿了維他檸檬茶 那其實都是比較特別 那這樣拍在一起 是真的挺有趣的 整個效果 那好了 也有蘇成進的另一部AMG 那其實這一部也是一個簽名版 那當時我做訪問的時候 已經是9秒9的被他簽名了 那這個就是另一件事 熟悉我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其實我是不儲HIGH ACE的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買HIGH ACE 因為其實我在車底展上面 也都見過兩次這部車 那其實我覺得 首先不要理他那個 像真度是怎樣 他做工上面是真的交足貨的 無論在內膽 或者是那個 組件上面 他真的做得比較上是好些的 都漂亮的 那我當買回來做一個參考 去了解一下 應該要怎樣可以再改好這輛車 或者各樣東西 那大家又會問 是否這樣就完了呢 當然不會 我會開一個goes up給大家看 我真的不會開給大家看 那轉一轉吧 那現在第一部開出來 就是Gibson那部HIGH ACE 其實我也是說一句 為什麼會買HIGH ACE 因為這部車的造工上面 做得非常之漂亮 先說一下它側面的拉花 其實我第一時間買這部車 我是被它的拉花吸引了 因為它的拉花在銀色的位置 是做得非常之漂亮 不是那些好像很死滴滴的感覺 而且玻璃窗也有做了一個磨砂的質感 那內裝的內飾位的車椅 各樣東西它也是交足貨的 最後是LINK 其實LINK這個也覺得挺漂亮 它做得也挺正的 整個車的質感是高的 那又是說一句 百多元 百多元你想怎樣做到這樣 真的沒有什麼要求 買回來其實最主要我想了解一下 結構各樣東西 等日後可以做一個參考 自己玩自己改裝的時候都可以知道 原來HiA是這樣的 好了 鏡頭到第二款 其實這兩部車大家都有看到 其實就是維他檸檬車 是歐陽藥熙和蘇成俊的一部 在E-Sport 電競裡面出現過的一部 AMG的Benz 其實這部車都正如歐陽藥熙所說 都說它們是沒有做過一個落場的 其實這部車都比較特別的 所以我都選擇了走來買 第二樣東西 其實這個是維他檸檬茶和維他蜜桃茶 一個維他 這個屬於我們香港的牌子 比較特別的 整個效果 先看看 先看看 先說蘇成俊的花 其實它的拉花都算是清晰的 而且它的質素都不差 我就沒有拿出來 有機會拿出來拍照給大家看看 另一部 也是維他檸檬茶的VLT 其實它就說了這次這個圖片是交給了VLT 其實它在意見上也有給的 我不知道現在外面試駕是怎樣 但是大家如果還想後追 其實我覺得都值得入 雖然我不是一個Benz的粉絲 但是你說 看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都比較吸引 我也買了 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是ERA 其實ERA這個牌子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其實我為何會買這部車 其實這是一個緣故 我看到它第一個會場限定 第二個也不貴 而且第三樣東西 我覺得它浸油比以前好很多 我覺得買來看看 看看感覺如何 開箱給大家看 其實它這次藍色 我覺得蠻特別 因為外面的Try-R 其實都比較少 多數都是白色、紅色、黑色 其實這隻顏色比較特別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 拿近一點給高手給大家看 可以開車門 對 內色件 其實它都跟足了 都是紅色籠 灰色 其實是蚊貨 但我都要讚 其實它那個浸油 真的比以前好很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你看看 現在市面賣的那些顏色 其實以前它的早期少少的產物 都是比較薄很多 但現在 無論它在噴油上面 還有一些 色件的處理 都比以前是好 是好多了 又說一句 100元都不夠的車仔 你還想有什麼要求 對吧 做到這樣都可以 大家有興趣呢 其實都可以去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買 可能現時怎麼會有 但如果沒有的話 就留意其他顏色 其實都不錯 這輛是我第一輛 Era的車 因為其實以前 一看到它浸油感 所以現在就 耗了 那我就買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我們事不宜遲 下一個吧 其實在車仔展裡面 也有一個大陸的牌子 其實它是托爾 托爾 也有一段時間 其實我從來沒有擁有 它這個牌子的產品 但為什麼我會買這部車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它是一輛CAM車 CAM車其實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場景裡面 都可以發揮到的作用 例如你可以假裝是拍攝 甚至是一些其他不同的樣子 那現在我開箱給大家看 其實開箱 其實我覺得這樣說 挺划算的 為什麼我說挺划算的 其實這輛車原來第一 它分開 我以為拔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整部上 不能脫件 它有分的 它這個支架和這個座 其實是分開的 然後車那裡也是分開的 變成其實靈活度大很多 假設我入口 我不想再玩這個腳 我可以安裝一個旅行腳 遮住它 又是另一種風味 還有其實 給大家看看 首先它都是一輛 我都沒甚麼好說的 一輛純黑色的 一輛Benz的大G 都齊全都齊整 那些油 我就不說了 我覺得這輛油 真的有待改善 但又是說一句 可能它的預算問題 沒有做得 始終它這輛車 才說80多 90元 都是100元以下的 這輛柱其實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但它的質感 如果再做好些就可以 但可能要自己後期做些少少 輕微的舊化 看來效果會像真很多 而且這輛車 也說了少少 其實如果這輛車 我記得 好像在電影現場拍攝過 它如果沒有了一個 下面有能力可以動手的朋友 它加上支架 其實就變成一個拍攝的雲台 基本上可以一雞兩尾 我覺得出到來的效果 現在來到Inno 其實大家就會問 Inno 為什麼你不見了這個景 沒錯 其實我這次在Inno的房間 其實我給它那個 掃描人仔 那樣東西是吸引到的 但問題就是它在會場的第一天 它說要買場景 才可以去掃描人仔的動作 我沒有買到引到手 之後就出現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8-5元就買 一個人仔就可以做掃描 那我就掃描了一次 之後呢 在車仔group裡面 有一位師兄 就跟我想問 就是在那個group裡面問 就是說 有沒有人有興趣配合場景 我心想很棒 我終於等到這個機會 因為我只是想要這輛車 我是不想要那個景 那麼 不謀而合地 我們就搞定這件事了 那我又可以再掃描多一個人仔 讓大家看看 其實這次Inno這輛車 其實是一輛黑電導的 會場限定版 那我就拿了現在手上的東西了 那當然 其實本來我想等到那個掃描了的人仔 給大家看 但結果我等也等不到 我不知道等到2046才會有E-mail收到 可能有些事情已經收到 但我就是未收到的 OK 那讓大家看看這個close up 揉完碟了 先把位置退下來 揉完碟了 好 其實黑電導在我們朋友來說 是一個損耗率非常高的情況 只要有一點髒 整輛車就丟掉了 其實你會看到 會有每場限定的 香港車仔展的Logo 也是黑電導 而且它的質素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都覺得自己都很幸運 和我一個師兄夾到 可以一起 他又開心 我又開心 大家都開心 好 大致就是這樣 好 那來到牌子的最後一部份 這一部也是我從來未擁有過的牌子 其實MCE 其實它的甲蟲的Beatles 其實真的做得挺漂亮的 事不宜遲 我現在開箱給大家看 其實我又為什麼會選擇這部車呢 其實這部車在會場上 亦有一個特價發售的產品 看來是這樣 我又未入坑 不如買一部回來試試看 它有怎樣 其實它有硬頂 有開縫 首先說一下 它這隻螢光色 我挺喜歡的 另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細節位置 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的細節位置 是做得夠的 先說它的螢光色 各樣東西 其實螢光色的螢光色 也有做的 風刀 也做得整整齊齊齊 我的眼睛也挺精靈的 我挺喜歡 如果你說我自己心目中 因為為什麼會選擇 除了選擇它 是硬 我選了開縫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 鴿蟲車的開縫 比較有Style 漂亮很多 喉嘴位置 也都給大家看到 金屬位置 也有做的 還有另一樣東西 我覺得它都比較正 就是它有個鐵牌仔 我的誠意又加分 這輛車我應該都會買來 再改一下車的 雖然這輛綠色我很喜歡 但我應該都會甩掉它來改 大致是這樣 今天開的部分 大致都完成了 另一個部分 就會說一下我 今次得獎的 一些車仔的獎品 和大家做一個開心分享 其實這一堆產品 就真的比較珍貴 我都不開了 因為始終它有些是吸索的 我弄爛它就沒有了 就這樣和大家開心分享 首先就會有一個 這兩架 其實這兩架 這架GTR 其實他們說是一架 限量版 也是非常難 它寫著Limited 還有它是一架生鐵車 其實最近那一部 德省那一部 其實都有做過一部 生鐵車的隱藏版 這一部 也是一部隱藏版 應該是隱藏版的 應該是隱藏版的 也是一部生鐵 它就做了一個拉花 做回LBWK 就是DelibertyWalk R35的拉花 另一款 也是一款隱藏版的 生鐵車 其實它是拉到HKS的拉花 這架也是Mini GT的出品 非常珍貴 都會珍而眾之 不會拿來改車 因為他們說太貴了 這架也是BM Creation 這架也是一架 零木的Suzuki 但這部車 我還未開 但應該之後的時間 開出來看看怎樣玩 我覺得它的換味蠻有趣 它屬於舊款 亦有多些換味可以試試玩 我會看看怎樣做 這兩大黑色盒 是甚麼東西 我一看這個盒子 我覺得很漂亮 好像很厲害 然後一打開 原來是人仔 我看到人仔造工非常漂亮 它的盒子也非常精緻 這套人仔 剛剛已經寫好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盒子真的蠻棒 因為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好像別人的音樂盒的效果 一打開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小場景 拍照也非常精緻 而且它有兩個人可以讓你放在車內 有些人可以開門的車可以塞進去 非常精緻 做工非常精緻 一套有兩盒 另一套我先收起來 這一個也是另一套四款的人仔 其實是一個賽車手的人仔 其實目測它也做得非常精緻 也有一個小盒子 場景我發覺原來它也頗用心 每一個系列都會有不同 哎呀呀呀呀 會交通意外 每一個人都會相應地有不同的場景 去符合它的鏡頭的效果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個牌子 認真說 小弟入世美心 我不是很知道這個牌子是哪一個牌子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或者想指證我的可以告訴我 讓我可以了解多一點 其實賽車手過拉花 高深給大家一點點看 其實是齊齊的 非常之靚仔 而且我也蠻喜歡這個動作 其實在GT SPORT裡面 經常都看到這個動作 我第一名的時候 大致就是這樣 今集的時間 其實影片都比較長 如果你看完的 我都很開心 你可以跟我一起分享這份開心 希望如果你覺得好 可以按個讚和分享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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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個車仔展裡面的限量商品 的車 其實這輛只要購買$300 就已經可以在Mini GT的角落 賣$300 就可以拿到一間 香港車仔展的特別版的車仔 我真而言 總之我就不開了 認真 因為都真的比較特別 因為都有TOYS CAR的Logo 整個車 相片其實已經是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見過 一輛橙黑色的實物車 甚至有人拿出來已經玩過 我就不開了 因為只有Double 大致就是這樣 希望這條影片你都喜歡 我們就下集見 下一集 將會是我改車 算是暫時來說 改沙板改得最多的一部車 記得留意 我們下集見 拜拜